獻icksril gives a楽THURN 發鉤花的香味 浪漫的夏夜 牵着手那就是幸福滋味 有些血雨的感觉 快乐的忘记我是谁 不知不觉那些轻松岁月 抱紧我 让我回到温暖的下时候 我和你还有相遇归花朵 抱紧我 让我回到相遇的时候 我和你还有做不完的梦 我和你还有做不完的梦 现在风声这么近 你怎么还约我见面啊 我这不是有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商量商量吗 网上那些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亲爱的 这些天我一直都在为你担心 潘卫森这个混蛋没有为难你吧 潘卫森 他不是人 以他的年纪 都可以做赵珍珍的爹了 竟然和他搞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想不如趁这个机会 干脆离开他算了 雅琴 你 真这么想的 当然 我还能怎么想 他做出这种丑事竟然还励直气壮的 我跟他过得还有什么劲 况且 他现在身败名利 以后在审市 在商场上都难有作为 他虽然现在一时没落 但是 他现在毕竟还是审市集团的董事长 俗话说得好 瘦子的骆驼比马大 这些年 潘卫森暗中转移了大笔的资金 我都看在眼里 他的实力和财力 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亲爱的 你这二十几年的青春 都浪费在这个老头子身上了 就这么早了 是不是太可惜了呀 我就是想到这些 所以才忍着 朕要离婚的话 也不能便宜了赵珍珍那个小贱人 所以我想来想去 现在暂且忍着 等以后找到机会 再说 这好 我真的过得很辛苦 雅琴 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知道你苦 所以 我们要更努力地挣钱 到时候 我一定带着你远走高飞 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一起幸福地生活 我会永远爱你 永远在你身边保护你的 至后 我现在只有你了 长青 你要的资料 长青 你让我调查赵珍珍的事 现在有消息了 赵珍珍肚子里的孩子 没有了 什么 说是意外流产 是丁雅琴和潘伟森一起送去医院的 丁雅琴和潘伟森 意外流产 这次赵珍珍意外流产并不简单 嗯 我要去见她 不行 不行 长青 你听我说 现在潘伟森看得特别紧 说是门口二十四小时 全部都有保镖盯着 除了医务人员 谁都不能接近 你想 如果你现在去的话 一定是打草惊蛇 他们提高了警惕的话 把赵珍珍再转移了 我们再找 就难了 诚心 阿姨 你们两个知道吗 我呀 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 大事 这么神神秘秘的 哎呀 之前我不是叫人盯着丁雅琴吗 你不知道自从那次之后 人家现在出门那是多小心吗 哎呀 哎呀 行了行了 废话少说 你说重点 你们知道 他在跟谁约会吗 谁 宋志豪 谁 宋志豪 怎么样 没想到吧 我也是想了很多办法 才弄到这些画面 拿到这些证据 你知道这有多不容易吗 说实话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是他 李嘉 这一次 你真的是立大功了 哼 真是异响天开 竟想罢免我这个董事长 休想 我绝对不会在这个什么狗屁罢免书上签字 我才是沈氏的董事长 只要我不签字 董事会就无法正常召开 我看他们还有什么 什么花招可耍 可是董事长 公司法规定 如果董事长在十日之内 接到提议后不召开董事会的话 那将由副董事长代为召开 你 滚 你 不敢乖 我自己来 刘经理 你说十天后的董事会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董事长的宝座会不会易主呢 这个我卫微言轻 我没有资格发表言论 刘经理身为金融部的经理 怎么能算是卫微言轻呢 不过 十天以后金融部的经理信不信刘 那可就很难说了 我不明白沈小姐的意思 刘经理之前在金融部做手脚的事情 造成了公司很大的亏损 这件事情大家心里都清楚 如果潘伟森已失事 你觉得 你还有可能继续在那个位置上待下去吗 如果这是公司的决定 我也只能尊重 潘伟森已经是一个日落西山的人了 一个人一旦没有了名声 做很多事情都会不顺利 刘经理不会还指望他吧 沈小姐 别让丸子了 有话不放直说吧 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供出主谋将功赎罪 要么把所有的责任一个人扛 名声受损失去工作前途尽毁 要么你供出主谋 你只不过是一个无可奈何 听命行事的从犯 保住工作 依然可以得到手中的股票期权 而且能得到大家的理解 这么简单的选择题 我想留经理 应该不难做决定吧 来 我敬留经理一杯 果然是虎父无犬女 沈小姐能在我们谈笑之间 就逼得我刘某人无路可退 真是佩服啊 看来以前我们小看了沈小姐了 刘经理 我不会再任潘伟三这个父亲 我还能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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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累了 去休息了 妈 我也歇着去了 爸 没事 来 你在这里坐一下 我去跟他们谈一谈 你来得正好 坐吧 我们有话给你谈 坐 妈 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长青已经宣布 跟她的父亲脱离父女关系 以后她父亲做的任何事情 都跟长青没有一点关系 可能吗 就算他们脱离了关系 但永远都是她父亲 人们只要一提到潘伟森 就会想到沈长青 这是一种污点 对 林浩 妈妈真的很难过 你真的要一意孤行吗 妈 长青是无辜的 那是她的命不好 她有那样的父亲是她的错吗 你不能以为她父亲的错而否定她 她这样对她不公平 这是她的命 我也会和别人一样 同情她的身世 可是我的儿子 要娶她为妻子 她的家庭背景这么复杂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幸福 会不会伤害到你 我比别人更敏感 可是长青她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你知道她没有错 是 她没有错 我们承受的压力活该 依我看 她的心机 比她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的计划这么周详 她肯定早就知道这一切 心机这么深的一个女孩子 在我儿子身边 我就感到害怕 林昊 这是我和你妈共同的看法 你喜欢她 总不能要求我们也喜欢她 有威就有机 富贵从来都是险中求 把我手中的股份 再转让百分之十 什么 百分之十 您在这个结果院上 这么大量转让 公司会受损失 我就是要让她有损失 等时候差不多了 我再出面拯救 这么做 会不会太冒险啊 如果公司损失太严重 银行就会催款 现在我们公司还有很多项目 等着银行的贷款呢 这样做会给公司造成更大的损失 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我在神市的位置 如果就这么让沈长青逐出董事会 以后想东山再起就难了 我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教训 让大家都知道 神市一天都不能没有我潘伟森 是 你看 胖伟森又开始转让股份了 我们要尽快地想办法 千万不能够让她得逞 李嘉 我账户里面还有一些资金 分散买金 不能让她有所察觉 这账户里的资金没有多少了 这样撑不了多久的 能撑多久就撑多久 先控制局面 然后我再想办法 各位董事 为了稳定军心 公司决定出资回购股权 但是现在公司的资金储备不足 权衡之下 我决定先动用公积金 董事长 我不同意公司动用公积金 因为那是所有员工的保障 可是现在公司的情况紧急 稳定局面才是最重要的 等这个难关度过了 再把公积金填回去不就行了吗 好 下面我们拘手表记 同意动用公积金的 请举手 好 通过 董事长 您这招可真绝 用公积金去购买之前抛出的股票 然后套取部分现金 再抛出去一部分 让沈氏的业绩持续地下滑 周而复使 不但能收回您之前抛出的股份 而且 也会让大家 对沈小姐 失去信心 沈长青啊 毕竟还是嫩了点 董事长 不好了 银行催款 把我们的低息贷款也给停了 就连我们现在在谈的贷款 也被停了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赵小姐 这是给你的信 赵小姐 我 定牙齐 你总算落到我的手上了 护照和美金都在这里面了 那边都给你安排好了 你不用担心 以后不要再找董事长了 否则你知道后务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文哥你好好久不见 文哥我知道你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听说你正急着找一个人 我可以帮你 怎么了心情不好 沈氏最近业绩下滑 李昊 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如果我不是急于报仇的话 说不定就不会给沈氏 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如果沈氏要是在我的手里 毁了的话 但我怎么对得起我外公呢 沈氏 对不起 我什么都帮不了你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帮我的已经太多太多了 而且我也知道 你为了我 承受了很多压力 不顾一切地支持我 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总算是停止夏华的趋势了 金睿 你不是回深圳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 我已经说服华雅的董事会 加大对沈氏的投资 现在沈氏的股价走低 正是抄底的好机会 华雅公司决定投入一大笔资金 等到价格合适就大量买进 金睿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呢 你现在是不是感动得快哭了 是不是觉得这份恩情 无有为报 你以神相许吧 想得美 做梦去吧 我跟你开玩笑呢 但是你生气的样子 真的比较可爱 有病 董事长 不好了 又怎么了 你之前定下的计划 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 你整让他股权 让一些来历不明的机构和个人 达量的收购 什么 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快去给我回购 怎么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给我买进 再给你办砸了 直接给我混蛋 是 喂 文哥 珍珍 宋志豪在我这儿借了不少 陆陆续续已经超过两百万了 你确定他真的有钱还 文哥 你相信我 宋志豪 他一直都在骗你 文哥 这个你放心 你也可以去调查 他的那个情人大有来头 这区区几百万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到时候可别忘了我的好 我说我 他说他想要我 他去说你怎么认识还是想要 McMurin的人 希望说话 你怎么也会是谁 小鸣的看法 你怎么能前往名是买的 主意 你这个是我的话 我认识 你可不能不帮我呀 我 我要是还不上钱 他们要是到法院去告我 那我就完了 前两天 他们还给我打电话 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要是我还不还钱的话 他们就要和我法院见 嘉芊 你可不能见此不救啊 宋志豪 我给你那么多钱 生为了让你去挥霍的吗 你说的好听 为了我们的将来 为了我们的幸福 你会尽心尽力 可这刚刚两个月的时间 你就赔着这几百万 我怎么劝你都不听 什么好话都跟你说尽了 你投资失败了 问我要钱 我没钱 我没钱 嘉芊 我是为了我们 我们以后想 我是真心实意的 想让我们以后过得好一点 这次我错了 你就再原谅我一次 再帮我一把 我要是没钱还 我真的会被送进监狱的 嘉芊 我求求你了 看在我们的情分上 你 你帮帮我 情分 你坐实之前 为什么不相信我们的情分 你现在跟我谈什么情分呢 杨芊 我 我求求你 你不能见死不救 就算我 管你借的 借的 我的那些钱 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 为了我的将来 我为了这些钱花了我大半辈子的时间 现在都不一定会了 杨芊 我求求你帮帮我 你这次一定要帮我 要不然我死定了 你一定有办法的 我求求你 杨芊 我求求你 我没钱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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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事 还烦点大楼远跑一趟 这是我所有的钱了 剩下的 我过些日子再还给你 我从大楼远的地方跑过来 就这点钱 你当我是叫花子 今天必须还一半 文革 我 我真的没钱 我真的没钱 文革 我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你 等一下 文革 能不能让我跟他单独谈谈 走 宋志豪 你没有钱 可是殿雅琴有钱啊 你怎么不跟他要呢 怎么是你啊 你不是 出国了吗 你就别管我怎么来的了 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 怎么 殿雅琴他不要你了吗 那个无情无义的女人 她哪会帮我呀 您要是真的想还钱的话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 沈小姐 你好 喂 请用 谢谢 沈小姐 你知道吗 林皓从小到大 就想成为一名世界级的外科大夫 她本来有一个出国的机会 可以识从纽约最著名的外科圣手 罗伯特大夫 可就是因为你 她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你还是 影响了她的前途 我了解我的儿子 你能让她这样对待你 自然有你的长处 可我实话告诉你 我不喜欢你 我能问一下 为什么吗 不是因为你是商人而心存芥蒂 也不是因为你们家的丑闻令我们难堪 而是因为你 根本就不可能给林皓带来幸福 婚姻和爱情都是相互的 当我儿子给你做出牺牲的时候 你做什么了 你不顾一切的行为 搞出了这么大的丑闻 你有没有考虑到我们家的影响 当你一意孤行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到 林皓的压力 我和林皓 已经冷战两个月了 我和林皓 已经冷战两个月了 她是个孝顺的孩子 她这么做 心里一定很难过 可是就是因为你们的爱情 我们应该承受这些吗 不是这样的 我知道 你在林皓心中的地位是第一的 可是在你的心里 林皓远不及你报仇来的重要 你明明知道丑闻 被披露出来也会有什么的后果 可是你还是选择这么做了 其实 那个时候 你已经放弃林皓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任谁被如此伤害之后 我都不会善罢甘休 可是你要知道 你的行为所带来的丑闻 就已经决定你不再适合我们家了 不再适合林皓 你既要得到报仇的痛快 又要得到林皓的温情 你也太自私了 鱼和熊掌是不可能兼得的 你们现在还年轻 把爱情看得太重要 五年 十年以后 你们会怀疑 爱情在生活中并不那么重要 林皓今天所做的一切 你就保证他不会后悔吗 阿姨 阿姨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我之所以做这个决定 并不是我没有信心 相反 不管是过去五年 十年 二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和林昊 都不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 您说得没错 既然我选择了反击 那么就要承受随之而来所有的后果 既然 你说什么都不会接受我 那么 我是不会让林昊为难的 你明白就好 其实你说的这些 我不是不懂 是我太贪心了 林昊的感情和理想对于我来说 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您让我怎么选择呢 我和林昊一直也在努力 可是 我们之间 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个平衡点 人生 会面临很多选择题 可是有一些题目 原来根本就没有答案 既然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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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弃好了 成青 成青 这里这么冷 刮的风度这么凉 你又坐在石台上 一个女孩子家的 你不怕受凉吗 怎么了 常青你怎么了 这次我跟林昊 真的要结束了 什么 不是 怎么回事 为什么 他妈妈说的没有错 我不可以太贪心 既想要得到报仇的痛快 又要留住林昊的温暖 他妈妈去找过你了 怎么能把责任 全部都推在你身上呢 这样也太不公平了吧 李嘉 他妈妈是不可能接受我的 我又不可能放弃 为我父母讨回公道 如果我们不分手的话 林昊只会受到更多的折磨 受到更多的伤害 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是那么正直善良 而我 却是一只脚踩在黑暗里 如果我们勉强在一起的话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林昊的知不知道他妈妈来找过你啊 我不打算告诉他 为什么呀 既然已经做了决定 又何必让他和他的家人发生矛盾呢 其实我们两个 根本就不应该开始的 是我太自私 我忽略了他一直以来的感受 这不是你的错 你不要左关自己啊 张青 林昊 如果要不是因为我 或许你现在早就出国深造了 出国的机会很多呀 是我自己不想去的 再说了 干嘛非要出国 到哪不能深造啊 我就不相信我们医院的技术 比国外要差多少 你的家人一定会怪我拖累你 所以才会害你 失去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会呢 我家人都特别喜欢你 虽然那天 我妈的态度是有点不好 可是后来我跟她解释过了 她现在特别能够理解你 还有我爷爷 你送给她的礼物 她特别喜欢 你明明撑得很辛苦 还要哄我开心 我怎么忍心再让你夹在中间 怎么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去看望一下爷爷吧 爷 嗯 爷爷 爷爷说她要去旅游 估计现在才能回来呢 那没关系 你爸爸妈妈应该在家吧 你不是说 你妈妈已经接受我了吗 我想好好跟她沟通一下 我 我 我妈 我妈她最近单位挺忙的 好像她过几天也要出差 来 张晴 我发誓 等我妈回来以后 我马上还派你们见面 好不好 好 保证 你拿什么保证 实话告诉我 是不是因为我家的事情 你父母不同意我跟你交往 怎么会呢 张晴你想多了 你知道你最不擅长的是什么吗 是撒谎 说什么你爷爷出去旅游了 你妈妈 出差去了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 张晴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只是 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你 不过你放心 等过段时间 事情淡化了 我一定好好劝劝他们 我保证 我一定会让他们同意我们在一起的 你拿什么保证 我就是不明白了 他们有什么不理解的 他们明明知道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 我只是想讨回公道 这难道有错吗 再说了 我没有去偷也没有去抢 我只是公布了事情的真相 让大家知道他们的罪行 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难道见我一面都不可以吗 张晴 对不起 我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完全说是你错了 你有你的苦衷 可是 你也应该体谅一下我的家人 他们已经习惯了简单的生活 简单的生活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生活复杂了 我的生活复杂 所以就会拖累你 我的生活复杂 所以就不配嫁进你们邻家 嫁给你就必须要放弃一切 放弃我的生活 放弃我的复杂 放弃我的理想 是这样的吧 张晴 你怎么了你冷静一点 你很冷静 没有人让你放弃你拿回自己东西的权利 可是不管怎么说 在别人看来潘伟森始终是你名义上的父亲 他不是 他不配 张晴 你不要这么激动 我激动了吗 张晴 我知道你很恨潘伟森 可是我父母的反应完全在情理之中啊 你不能完全怪他们啊 不怪他们 不怪他们难道怪我吗 事情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是我一意孤行造成的吗 我当初不是跟你说过 我们两个不合适 我是绝对要讨归公道的 可是你说没关系 只要我愿意做的事情 你都让我去做 可是现在呢 现在你父母不同意 你又说 他们的反应在情理之中 你到底是站哪一边的 张晴现在不是我站在哪一边的问题 我是在跟你讲道理 好 是你讲道理 我不讲道理 我瞒不讲理 怎么样 可以了吗 张晴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张晴 有些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 你相信我 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 他们就一定能够体谅我们的 坚持 要坚持到什么时候 我接受够了 我不想再坚持了 而且我不喜欢别人 对我的事情指指点点 还有他们愿意接受就接受 不愿意接受就拉倒 我是绝对不会勉强的 我沈长青 从来都不是看别人脸色长大的 张晴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没有人跟你脸色看 你为什么非要这么不依不饶呢 看到了吗 林昊 在我和你的家人之间 你还是会选择他们 我只不过是发两句牢骚而已 你就受不了了 这就是你对我的暧昧 好 林昊 我们两个不合适 我们分手吧 天边的地平线 我以为能够触摸 就像触摸你的温柔 像昨天的誓言 我以为明天会实现 可是爱有时候会变 命运不是说换就能够换 但是爱永远只能有一条主线 天空 天空 永远又等着你的那朵雨 就算所有彩虹都离去 爱燃烧 弥漫的味道 我只能够换 躲不去 看着你 一个世纪不老 不管明天多遥远 不管信念曾改变 拥抱的心会给你温暖 燃烧的火焰 燃烧的火焰 陪你走到终点 爱燃烧 爱燃烧 梦幻的味道 忘不了 抱着你 直到世界变老 不管明天多遥远 不管信念曾改变 相爱的心会给你 勇敢燃烧的火焰 顶着你的笑脸 顶着你的笑脸